女大神神色慌張坐上防疫計程車前 進行全身大消毒 逢甲大學爆發宿舍傳染鏈 累計76人確診 卻有學生爆料 學校安排密切接觸者隔離 跟其他學生共處一室 女大神接觸確診者 25號快篩陰性 回到學校宿舍跟其他三個室友集一間 投訴人反映應該要一人一室 學校卻覺得沒關係 結果28號室友真的應轉陽 頗文抱怨我們真的很可憐 去東東區不戴口罩 呼喊酒精 還在同學講電話 他還出去拿碗 拿那個中餐晚餐這樣子 非要等到室友確診了 才安排房間隔離 過程中跟染疫室友朝夕相處 三位女大神也被狂烈 重點就是我們其他的空間 都已經被就是陽性 快篩陽性 以及我們的確診者已經放滿了 校方解釋因為量能不足才會安排 一彩音的學生跟同學一起住 市府已經介入聯絡可以配合的防疫旅館 另外台南長榮大學也有類似狀況 從前天的晚上開始緩應 昨天晚上6點40分 才送到集中檢疫所去 玉大神在異鄉求學 因為有症狀到醫院PCR確定染疫 房東不讓他在租屋處隔離 當地衛生局卻慢半拍 通報第二天才派救護車 送到台南檢疫所照護 讓人對政府防疫作為失去信心 記者台中台南綜合報導 水神霧化器就是這台 它24小時在我們這個環境的攝影棚裡頭 基本上是隨時在做空氣當中的清削 我們現在水神霧化器 也有像這樣迷你的這麼小台水神霧化器 請大家上快點GO下單的時候 輸入我的代碼CTI588 會有折扣優惠